玩游戏转机啊 带规模矿工 王子 带骑士好一些 带骑士便宜一些 骑士换幽灵那不如不带没有地面骑士换幽灵 我们是需要地面的 小小子 哦 真的没打过 右边能砍到,所以他还得不开 这卡主要看他不好解什么 不好解头毛手,还是小骷髅,还是炸弹塔,还是有物侠 都是我们取胜的一个条件 他右边交滚木,我们左边直接下进化骷髅 还有炸弹亭的,不知道会不会下得出来 虚空没有 武僧吗 现在把技能给开出来 再加上同胞手,这个小骷髅围杀一下 发现一个全脸的转机 滚木滚一下他有炸弹冰,不知道能不能滚到 同胞手他滚木已经用掉了 所以这个同胞手很安全 吸一下 是的 他稍微转的转机 感觉到这两点 一些技术 因为是有一个技术 то 他也能够找到 一些技术 所以 这部门 他需要 带到 这部门 有什么 但是 确实 上 对 好 卡組有點辣,怎麼一輸就覺得卡組辣了 有的時候也要考慮一下自己的問題,別一輸就卡組有點辣 所有的卡組都會輸 我對面的卡組輸了,他的卡組就有點辣了 什麼邏輯 虛空一下就沒了 虛空射遊俠,遊俠一下就沒了,那你遊俠還射的長呢 你不能忽視人家的優點,光說人家的缺點 那你遊俠還射的遠了 你怎麼不說 那同胞手被小電一下就電沒了 那你同胞手還費用低呢 是不是 就每一張牌有他自己怕的東西 你遊俠怕虛空被虛空秒掉 你就得下一個好位置好時機 並不是說這遊戲應該為你個改變 這遊俠一下被虛空秒了應該給他加強500血 那不是這樣的 那你轉機還會被幽靈什麼黑王子給解掉 這次克制沒辦法 那他有他優勢的地方,那單體就解不了他了 那虛空法術能解單體,但解不了群體 還是可以擋住的 下同胞手 不好打的就自己得打得很好才行 不然會非常的難 如果有一次可以玩,去看吧 就不然會玩,那會不會玩 也沒玩 但會不會玩,就不容易 玩,不然會玩 不然會玩,就會有什麼玩法 算不容易 不然會玩,不然會玩 大人會玩 準備好,不然會玩 就不沒玩 這次的遊戲 其實這遊戲 所以,也有個生命 不然會玩 這個人不是刀塔 這波下不下遊閃了 這波可以先下投包手投他 他加了小店,我們再下遊俠 這樣他就秒不了我們的遊俠了,明白了不? 你如果直接下遊俠的話他肯定能給你秒掉,我們會只剩一個投包手 好,戰塔下這 我們把手下去投 這個時候挖轉機啊,他剛好頂狗 咦,虛空法術不是用掉了嗎 讓他停下來啊 我把手下掉了 我把手下掉了 好,他把手下掉了 你把手下掉了 好,我把手下掉了 如果以后会是个严厉的父亲 那倒也不至于 只是说有些东西 还是不能误导大家 不至于说 输入的就是卡组克制 就不能误导大家 加塔留一下 我觉得这个很贵啊 我觉得这个很贵啊 其实还是早了一点 但是如果不下这么早的话 可能会被锁到塔 就是对面克制你 这个东西 是改不了的 是无法改变 你只能改变的 只有是你的操作 给你的食谱 就是对面克制你 到底该怎么打 到底该怎么打 对面到底该怎么打呢 轻敌个鼓王 作用好像不大 我们下场一个炸弹塔 对面打我们 直接小都小哭了 右边顶上啊 不要把他摸到炸弹塔 那个虚无法处都失误了 没有把游侠给解掉 所以你觉得他这把能赢吗 肯定赢不了这一把 不太会打 什么时候打天地啊 待会吧 这天也打不上去啊 把他往中间拉 这边下这边 转机 这比如说我们刚才 为什么又赢了天狗 又输了天狗呢 这边双方的发挥 有非常大的原因 现在皇家剧是不是很强 使用率挺高的 是的 投保守 分路偷一下 就你战斗卡 就算再劣势打对面 也总会是有一种 打法是最正确的 最有可能赢的 战斗塔立起来 小骷髅一会再拉扯一下 他这个卡组打我们有那个的 有虚空法术的 我们直接下桥头穿他 直接给他穿死 而且没有穿死啊 投保守 在这里 再挡一下 狗狗已经激活了 有哥布林他 有哥布林加哥布林团伙 战斗塔 又给鬼魔 我们打他这个卡的话 防守 下游侠可能守不住 因为游侠会被虚空法术给秒掉 所以尽量不要下游侠 来防他 但是我们偏要下 他有这种东西 他只有一个法术 只有一个法术 应该是只有一个法术 两个核心 一个法术 一个核心的话 就两个法术 他这条卡组 挺热门 挺无脑的 是真的挺无脑的 但是我们的转机 一直没有出过 没有到计划轮次 好 来 这刚刚好 一旦他把虚空法术给交掉 有一下就解不掉了 那这个烟花 我们没有那么好解 解的话会亏费 等一下 继续 好 這玩意爬的太慢了,真的是終點的移動速度嘛,怎麼那麼慢 我感覺他是跟石頭能差不多啊 終於可以打一個進攻了 還是兩個法術,沒有帶哥布林他 只帶來個團伙 騎士一樣的 我有感覺他比騎士還慢 主要是他的攻擊距離太短了 他的爆開的那個距離太短了 他是世界第一大頭草 草叢 這世界第一來的也太突然了 下賽季馬上就要覺醒牢籠了 到時候我也改一個世界第一覺醒牢籠 哇塞這個挺難受 這東西怎麼走得那麼慢 真的是中速嘛 真的是中速嘛 我還沒拉到他 哇塞 好 1 嘿嘿 你幹嘛呀 這兩個待會7-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玩了只剩一只了 有点亏费 草叢里面是什么?草叢里面是两只哥布林 原始哥布林 你可以理解成为 他们迷路了 这个 原始人 原始的哥布林来到了这个记忆场 很害怕 所以 他们在草堆里慢慢的移动 因为他们对这个竞技场感觉到很陌生 我只要他又吸我 没想到他吸的那么早 好 好 这是一款没有垃圾时间的游戏啊 哈哈哈 绝对他给预判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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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对 对 不是说绝顶传机一般吗怎么还被削弱了 是啊 绝顶传机削弱好像没怎么削,削了第二轮的一只哥布林是吧 这个第二轮感觉有时候有两只哥布林,有时候只有一只哥布林 下个游侠,他这个卡没有大法处的 他还得挡,不然被游侠穿到塔了 这转机,觉醒转机的轮车很难防,但你前面两只转机很亏啊 基本是打不到血了 主要是这个位置的问题 人家没看到你的位置 这一波很难受啊 过去啊 主要是没有把冠军手吸过去 没有把他给秒掉 好 你还没有把冠军手吸过去 那是不可能 你还没有把冠军手吸过去 不可能 我还是没有把冠军手吸过去 没有把冠军手吸过去 对 我们又要把冠军手吸过去 没有把冠军手吸过去 没想过 是 没有把冠军手吸过去 我没想到 没有把冠军手吸过去 他解不了遊俠就多下遊俠 他這把解轉機的話一般 滾一下 終於全能不能跑前面來 有人打國父十二三打完一輪嗎? 就沒人呀 給他砍掉 什麼桶?火箭桶還是王子桶? 還是雜毛桶? 對 不出轉機 終於挑戰獎勵還是挺多的 如果你鑽石 有鑽石的話還是可以打一打 終於挑戰 或者是經典挑戰 國父的話可以打打選卡 選卡打的應該多吧 沒人 沒人 再次 好 咦 咦 就解不了遊俠的 也是解不了遊俠 解鑽機也不是很好解 玩蓮魯嘛 蓮魯以後打中擊肯定會玩到的 電柱人最近很容易死 而且很多人帶炮塔 遇到電鋸人被炮塔學課 遇到炮塔很難受 只得可以拼法術 散了就愈愛遊俠 可能被他拆出來了 要么就是 他在我直播間知道我的卡 你看他帶個瓦記里加黑王子 一般來說不會這麼帶 除非你是為了 針對鑽機 但其實針對鑽機用幽靈更好 用幽靈更好 你帶瓦記里加黑王子 兩個四費都不賺了 是不是 不太賺 他每一手一波都是虧的 不太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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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右邊其實這波滾的話很虧 他這個卡組得不好 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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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好多血啊 我去我去掉好多血啊 中野 我去掉了 我去掉了 我 他卡组的不好 就是比较有意思打挑战 你打个十二圣肯定蛮高兴的 你打个十二圣肯定蛮高兴的 你打个十三圣肯定蛮高兴的 你打个十三圣肯定蛮高兴的 幽灵 好极限啊 这幽灵比较贴边的话得有个提前量刑 但很容易失误 小骷髏右边 可以 赶下火法5费 死亡只有5费 现在6费左右 一个勾一下 鬼墨先交 有骷髏他 准备一下骑士 右边到时候可以投包手 加上个鬼墨 小骷髏为啥 冠机再来 这边有活法 普通活法 123456789 还是被他给打掉了 投包手投到了 他这个塔血量本身就低啊 所以看上去他掉血液掉的特别多 但其实我们没打到什么血量的 没鬼墨了 投包手下这 打一下鱼钩 鬼墨再滚一下他的那个幽灵 让同胞手缩塔 打一下 留下圈 没圈到 对面很害怕哦 专专机挖个前点 我上个鬼墨啊 他的鱼钩会勾过去的 前底 他点家居 后面下骑士 下近一点 这台大塔 鬼墨走下这边 专专机挖 他前面得交鬼墨的 后面他有小骷髅 但他没有进化小骷髅 他进化的是家居 加成 这个钻机逼出了他非常多的费用 又是斗子又是小骷髅的 打一下 一定要让他形成一条线 这我们是先下战兰塔吧 偷把手偷他 小骷髅已经进塔了 那个电阻子没把小骷髅给解干净 游侠除了射程没什么优势了 是的 就像说 他除了有优势之后 就没有优势了 他说除了有优势之外 就没有优势了 因为唯一的优势被你给处理掉了 这样的备优就得直接挂掉 夠了 也不能下太多 還得射兩件 再射一階塔 還得叫滾木打 總有電塔 有小骷髏 這不挖上個轉機 他沒有滾木 同胞手可以跟 他也沒有炸彈 這個可能不夠 有小骷髏一個滾木 直接預判 看到那個鐘錶法術沒有 就是他的小骷髏 炸 同胞手在 騎士直接喬頭 他現在手上是轉機 兩個法術 加一個建築 所以這個騎士 必逼出他的建築 轉飛 小骷髏不肯 因為他總是有滾木的 結果他沒有炸彈 直接下這個 逼他的滾木 他第一輪交滾木 騎士 直接被我拉到前面來 但是一下沒捅到 血盔 下前一點 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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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下騎士擋了 沒有下 下了 果然下了 可能不下了 偷一下 偷本墨 沾塔就炸他 掛個前點 你第一隻頭到就肯賺了 然後下東西來擋的 我們先擋一下 踹他擋的那個邊 哎呀 下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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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冷了 哎呀 這失誤了 這能呀 不服老不行呀 這一下搞得我還挺被動 這不肯定是墊塔 挖後點 好 好 好 不是攻速已經回調了嗎 炸彈的攻速啊 這個炸彈挺難撿的 你可能說他傷害也沒有那麼高啊 那是很難解啊 真的很難解 如果你沒有建築的卡 遇到這個炸彈加撞擊 他炸彈加撞擊過來真太難解了 你必須利用高傷害單位解前面 好